周大姐拿来的当时买的一袋芒果 还提供了一张在超市里卖芒果区域拍的照片 价格标签上写的是9.98元一斤 后来结账的时候她算我13块8的 她说是刚刚放出来没有那个价格来得及放 她说来不及放 记者看了一下当时柜台上标价9.98元一斤的芒果 写的是小台农芒果 周大姐购物小票上13.8元一斤的 是贵妃芒果 记者跟周大姐来到超市卖芒果的区域 在9.98元一斤的小台农芒果价格签下面 又多了一张价格签 上面写了13.8元一斤 商品名称是贵妃芒果 记者在网上搜了贵妃芒果的图片 跟周大姐买的这种比较像 一开始放的是台农小芒 但是我们台农小芒购卖没了 就是把台面缩小了一点 增加了一个贵妃芒出来 那贵妃芒的价格签还没有打出来 那顾客就拿的是贵妃芒 你看到台农小芒的价签就要 就要以小芒的价签去结账嘛 因为最贵妃的价签我们去谷歌去打了 记者看到放芒果的区域有四个部分 分别放四个品种 不过四张价格标签并没有分别摆放 施经理说后续会把标签摆放的更加明确 周大姐说如果当时店员好好说明自己也能接受 有名店员说了让自己很不高兴的话 现场采访时没有见到那名店员 施经理表示自己后来了解过 店员表示没有对周大姐说过类似的话 施经理表示既然两次都因为标签没有及时摆放 给顾客造成了误会 之后他们会在上架新的商品前 就把标签准备好 完善相关服务 腰包黄剑记者报道